四川严重的灾情也已经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 一篇震水神兽被挖引发四川暴雨成灾的帖子 现在在网络上疯传 网友指出四川成都市去年年初挖出了一具千年震水石兽 当时有人担心四川会有大灾难 如今果然应验 网友福6666福发帖表示 今年初成都在地下挖出一座千年石兽 不少人说是里滨的震水神兽 这个夏天果然应验了 现在看来风水果然是破坏不得的 一夜之间这帖被网友转发数十万次 十一号四川大学历史教授林向对媒体表示 挖出的石兽是里滨制水石埋下的震水之物 是震河流的水不管天上的水 就算这是个灵物也跟现在暴雨存在无关 但是大多数网友与专家的意见相左 新浪微博一项调查有两万三千多名网友参与 百分之九十相信震水神兽的传说 网友们说 中国千年风水岂是你这百年科学能理解得了的 像这样不顺天意背道而驰 哪知能有因必有果 天地人三才本密不可分 但人总爱妄自尊大 湖北网友宋先生说 制水神兽是前朝礼宾修建都江艳石 下令雕刻的五只石兮 被精确地摆放在成都的不同位置 作为震水石神 今年一月 这些天赋广场四泉大剧院工地 被挖出的是其中的一个 这种做法肯定是他的科学的一个依据 由于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宣传的一种无神论 他把这个风水的归纳在有神论里面 是认为是封建迷信 所以说中国中国他的教育 他给文化 对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 一个极大的破坏 网友老牛论表示 应该对大自然 对神灵多一分敬畏 不要相信恶魔说的人定胜天 就杜江艳水利工程分流计算书的精确程度 到目前都达不到当时的水准 还好意思说人家里边埋神兽是迷信 新唐记者林立是一军采访报道